我们白苍可以把它做成两吃的方法 然后我会把它鱼肉片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骨头也炸上去 拿白苍鱼做年菜可以一与二吃 让主厨亲自示范 鱼肉放进锅内 这只作响不到几分钟 就能够变出一桌佳肴 酱油 淡酱油加点味淋去沾它 就像日式天赋楼的概念这样子 这回金融鱼会推出了三组 连结礼盒会依照内容物不一样 价格有所变动 一千以上到三千多都有 我们今年的现在只推出十天 我们就销售了五百多盒了很快 我们每天都销售量都很大 而且每一样都有 有鱼有虾 有本港的小碱 还有超Q 还有今年最夯的石盘鱼 不想买组合没关系 还推出了干贝促销价 相当便宜 一千块有找 大明虾跟煎虾价格还算平均 不会说涨了一层至一千半 我们会尽量把我们在国产的 虾在地的一层推出外面 抢供春节礼盒商机 这种区域会推出了三款海鲜礼盒 邀请家政班一起烹饪 制作各种年菜 比起到市场采卖 其实冷冻的鱼货 这几年来大受欢迎 直接在网路上点一点就可以把货送到家里 多方便啊 然后这个是卢仔鱼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鱼条 就是那个什么 鲑鱼鱼条 这个鲑鱼长吃很好啊 这个深海鱼类 这个鱼鱼肉片的天啊 鱼鱼肉片我们要做酸菜鱼 所以以真空包装来说 大概一年以内东西都会非常的新鲜 对如果除非说像一些白虾的包装 它没有真空包装的话 我们就尽量早一点把它煮完 然后真空包装都可以尽量留久一点 所以我们这样依序的去煮完它就可以了 通常过年前海鲜都会涨一到两成 时间越接近价格也可能再往上攀 不过这回鱼会推出了组合礼盒 既除了优惠方便民众采买之外 也能够帮助渔民生计 记者黄烧鸣金融报道 所以今天来大概你准备了多少钱 准备你买